是否代理前往 確定 好 按摩扶 說來讓我們 給我們的機器人走 松壓傘 我們這次也有聽說 我們這邊有四國語言 在中英日韓的服務 我們跟著他 一起來接近 遊客提出要去的園區位置 由松壓傘化身的機器人 馬上引導前往 這是松山文創園區 最新建置的5G移動室 多功能服務機器人 去年創下 入園人數超過800萬人次的紀錄後 松山文創園區 已經成為台北市 最熱門的景點之一 在大巨蛋開幕後 預估造訪人數 更渴望突破千萬 因此如何提供 國內外遊客 更完善的服務 成為園區面臨的重大考驗 引進5G加AI的科技應用服務 就是松山文創園區 升級進化的關鍵 因為整個松菸的 伏地真的滿大 6.6公頃 室內大概有3公頃 室外也有3公頃多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底下 我們覺得說 民眾有時候走不到一些點 那他需要一些幫助 所以我們也是利用像科技服務 像機器人來服務民眾解決問題 其實松菸現在就已經有很多的 志工是在做走動式的服務 但是我們發現這樣還是挺不夠的 所以民眾的問題五花八門 我們把過去民眾問的問題五花八門 變成一個題庫 放到機器人裡面去開始做學習 因為整個全基地打開可能還需要一個兩年的時間嘛 所以我就隨著這樣一個已經先做一個基礎的見識 等到全基地打開我們相信應該有其他的需求會再加進來 那我覺得這也是科技化服務裡面 現在所謂的AI很重要一個項目嘛 那另外像我們這次也在整個倉庫裡面的四號倉庫 建置了5G的環境 甚至有360度的一個全視角 我們也在想像各種的展演的各種可能性 主導這項古蹟創新應用科技服務計畫 負責建構5G專網環境的台灣大哥大方面也認為 佔地面積廣大又有室內室外空間的松山文創園區 很適合引進5G科技 讓遊客可以輕鬆漫步園區 體驗更便利的科技服務 因為5G的特性就是anytime anywhere 所以它的魅力必須在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場域裡面做展示 那它也非常適合這種室內室外非常複雜的環境 如果你用固網的技術加Wi-Fi 其實都有它的這個穿透力還有涵蓋度的問題 但是用5G原則上就跟大家用手機一樣 它的整個穿透力涵蓋度是可以大幅提升的 國發會副主委詹方冠表示 5G加上AI是數位科技發展的關鍵 政府在前瞻計畫編列490億元經費 就是希望鼓勵廠商投入研發 讓大家知道台灣不只有晶片 還能提供很好的數位服務 5G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因為它是一個開放架構 所以台灣的我覺得很好的這些ICT廠商 不用再去做電腦這些東西 因為他們也有機會打入我們整個電信網路市場 可是我們必須要有能力證明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實力 所以國發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是 鼓勵我們的國產廠商能夠製造5G的設備 能夠推出5G的運用 當然希望也能夠把這個業務推展到全世界 台北市副市長林毅華也感謝國發會的支持 促使5G國家隊與松山文創園區合作 讓這個台北市區重要的古蹟也可以很時尚 並且充滿無限可能 我們從原來五個出入口邊十二個出入口 邊每天五萬人進到什麼邊來 所以大家都知道那個服務量 都必須要靠科技來共同來協助 不過現在是為了讓它服務更好 所以看到有戰情中心 讓我們可以知道怎麼樣能夠提供更完善的一個服務 那再來也透過5G 我們可以在能源的管理 反正更方便了 基本上來講都可以讓它整個的大升級 通過這項智慧廣告顯示與多國語言即時翻譯服務 國外遊客就可以在遊客中心得到所需的各項遊園資訊 採用透明玻璃介面更讓外國旅客沒有隔閡感 還有360度全景即多視角直播 加值人員管理及智慧數據全戰情管理平台等七大 5G AIoT應用服務也陸續建置完成 負責建立園區各項應用服務設施的偉創數位科技董事長黃伯團 認為這是個挑戰也是個機會 這持續進行壓力測試與設施改善下全新升級的松山文創 將分階段啟用各項5G人工智慧物聯網應用服務 歡迎國內外遊客一起來園區感受古蹟觀光新模式 5G尊王導入古蹟智慧園區計畫 專案成果正式發表正式啟動 記者張綺藤 台北報導